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中第二篇《建威王》是整理小组根据内容添加上去的 其余三篇的题目都是原本的题目 秦旁娟的秦本字是嘉秦的秦 既有活捉的意思也有打败制服的意思 这里到底该去哪个意思很难确定 翻开孙并兵法 首先就会对篇章次序感到疑惑 按说以时间顺序来编书的话 第一篇应该是《建威王》 内容是孙并在齐威王面前讲述兵法的基本原理 腔调特别误虚 应该是全书的大帽子了 第二篇应该是《威王问》 齐威王开始向孙并请教战术上的各种难题 这一讲开头的那个问题 就是齐威王提出来的第一个问题 第三篇才应该是秦旁娟 在威王问之后 齐威王对孙并是相当欣赏 后来邯郸被围 齐国决定救援赵国 史记和资质通前的记载是 齐威王想让孙并捅兵 但孙并推辞 说自己是行鱼之人 没法做主帅 这才改由田记捅兵 孙并担任军师 坐在车上跟随军队行动 为田记出谋划策 最后打败了旁娟 然后第四篇是 陈记问雷 陈记就是田记 陈和田在当时可以通用 田记向孙并请教兵法 孙并做出解答 中间还说 我就是用了这个计策 打败了旁娟他们的 以上应该是 孙并兵法前四篇 正确的时间顺序 但为什么 本该作为第三篇的秦旁娟 被当成了第一篇呢 最有可能的原因就是 这一战是孙并的成名之战 不但打赢了 而且呢 赢得特别漂亮 简直让兵法有了美学意义 孙并兵法的时代特点 就是虽然还承认正义 对于战争的胜利很有帮助 但断然抛弃了 指歌为伍 那些好听 但不切实际的大话 坦率承认 战争就是人的天性 我们看先秦珠子 特别爱讲天之道 秦汉以后 又流行所谓天人合一 自然而然 但很少有人想过的是 真正的天之道 自然之道 无非就是物尽天则 适者生存 这个很残酷 一点都不美好 孙并兵法说了老实话 说看看动物 有嘴里长着利齿的 有头上长着鸡脚的 高兴了呢 就在一起快活 不高兴了 就开打 这是天之道 谁也阻止不了 人天生 没长着爪牙和鸡脚 只能靠后天来捕 圣人呢 就是做这些事的 所以皇帝发明了剑 后裔呢 发明了弓弩 大鱼发明了舟车 商塘王和周武王 发明了长兵器 接下来 孙并又把剑 弓弩 舟车 长兵器 这四种武器 分别比喻 镇 士 便 权 这四大用兵要素 这在当时 可以说是很高明的见识了 孙并敏锐地看出 没有人是真正爱好和平的 或者说 和平注定只是暂时的 人的天性就是要打 谁也拦不住 既然是天性 那就应该坦然面对 与其说幻想着世界和平 不如好好研究 怎么打才能赢 这种观点倒不是孙并的创建 早在春秋时代就已经有人说过 但孙并作为兵法家 说出这些话来 就使得这个命题呢 有了特殊的意义 再对比一下 战国时代满世界宣扬 兼爱非公的墨家学派 更让人觉得 哲学高度决定了一个人的事业高度 把理论用到实践 孙并会怎么来解邯郸之为呢 让我们看回资质通鉴 当时田济想要带兵直奔赵国 但孙并讲了一个道理 要想解开一团乱麻的话 只能用手慢慢解 不能用拳头去砸 要想给别人劝架的话 不能加入战团应揽 那该怎么做呢 孙并的原话 给我们创造了两个成语 披刚倒须和行格示尽 披就是打 抗这个字呢 通常读抗 读刚的时候 只有唯一的一个意义 就是人的脖子 披刚就是打脖子 倒须呢 就是打空门 换句话说 披刚是公敌之所必救 倒须呢 是必时积蓄 至于行格示尽 是借助行事制造障碍 比如晚上看擂台搏击 你能怎么分开两个选手呢 如果直接上去拦 一来拦不住 二来呢 自己要受伤 但你啊 只要把灯关了 台上自然就没法打了 以上说的都是抽象原则 该怎么落实到具体问题上呢 孙并继续给田济分析 魏国重兵攻打 照顾国内的一定空虚 您不如带兵即兴军 袭击大量 那么围攻邯郸的军队 一定会撤兵回员的 我军这一动 既能借了邯郸之尾 同时呢 也能削弱魏国的势力 这个策略 就是著名的唯卫旧招 田济一计而行 按照史记的说法 魏国军队 果然像孙明预言的那样 撤离了邯郸 然后在桂林 中了齐国军队的埋伏 打了败仗 不过 资质通鉴给出了 不同的说法 资质通鉴说 田济近期大量之后 就在当年十月 邯郸开城投降了 魏国军队胜利会使 和齐国军队在桂林交战 被打败了 也就是说 在资质通鉴的版本里 所谓唯卫旧招 齐国唯卫倒是唯了 也确实把魏国军队打败了 但旧招并没有救成 或者一开始就没打算救 在田济忙着唯卫的时候 邯郸终于撑不住了 轰然陷落 司马光给唯卫旧招 做的翻案文章 到底做对了没有 我们下一讲再谈